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南德 这位印度神童近半年来的预言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天灾人祸 无一例外的被他准确预测 然而就在此刻 阿南德再次在最新的预言视频中 传达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他说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或许有一些国家会因灾难而消亡 世界格局 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这番话让人不禁为之心惊胆战 全球都陷入了一片忧虑之中 当我们翻阅着媒体报道时 却不经意间发现 这个预言正在悄悄地成真 眼前的世界 有些国家却逐渐退去了存在的光辉 如同绽放的花朵 在风中轻轻飘零 据新闻报道 已经有因为瘟疫而消失的国家 这个国家叫赫特河公国 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还有印度也因为瘟疫而丢失 土地上的灾难的影响非常严重 犹如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仿佛天地都陷入了黑暗的深渊 然而就在这绝望的时刻 阿南德传来了一声 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 他的声音如同清晨的鸟啾啾 如同春风拂过花海的温柔 他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化作一道奇迹的彩虹 我们就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走向希望的彼岸 阿南德在视频中提到 未来将会有着很大的变化 据他所预测 在未来二十年里 使我们无法想象的世界 如果说 瘟疫改写世界人民生活常态的话 那么九火运 将会在人们心中落下永远的印痕 我们常说天是地利人和 在命运的交错纠结中我 我们终于来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这一次 我们将踏上一段奇幻之旅 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平行世界 这段旅程 如同一次惊险刺激的过山车 一旦出发 就再也无法回头 我们要小心翼翼 一不留神 便会陷入深渊之中 身心俱灭 但这个世界 却是没有所谓的如果 也没有种族和国界的束缚 它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 想要逃避的人会被 在这个世界中 有些人可能会提早被淘汰 即使他们在以往的世界里 也是能够适应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 因为只有改变 才能为我们的未来找到一条出路 在这个新环境中 适应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而是我们必须要去追求的变革之道 世界级的大流行 瘟疫病毒 已经将全人类拖入了深渊之中 但幸运的是 通过了解九运 我们的未来将会更加稳健 九火运是何等神秘的命运呢 阿南德道出这天使之理论 乃来自宇宙星辰之福音 星体的运行造就了地球的磁场变化 也影响了地球的能量气场 天空中的星辰运行变化 催生了九火运 它蕴含着无穷的能量 岁月更迭 天地间的气息不断流转 这九火运 正是天体变化所带来的神秘力量 沉浸在这样的能量之中 心灵也随之获得滋养 如同花朵在春风中绽放 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阿南德说 天使的元韵不是迷信 更不是神鬼之说 它代表着世界的趋势 文化和格局的微妙演变 现在我们处于八韵中 它对应的是八卦 中的更卦 五行属土 代表平稳的能量 就在这段光阴中 土地的财富如鲜花般绽放 犹如一座瑰丽的城堡 屹立于建筑业的繁荣之巅 在这一刹那间 土地和建筑业成为了春风拂面 生机勃勃的代表 产业价格水涨船高 在这美好的时光里 更挂象征着悠然无忧 年轻人们在这期间 迎来了职业的蓬勃发展 仿佛春风吹拂般不断涌现 各行各业也都被年轻的活力所充盈 仿佛焕发了年轻化的趋势 年轻人们 相对容易获得令人艳羡的成就 阿南德说 爱后天运的算法来说 早在2017年 久运的能量就已经浮现了 也就是说 先后天运出现 然后重叠届时 获得能量将会攀越另一个高峰 直到2043年 为期20年 阿南德满脸忧虑地说道 天哪 世界将迎来一场风起云涌的巨变 它将如山崩地裂般席卷而来 让人难以预料和承受 瘟疫只是九火运的一个预告 我们未来面对的才是真正的挑战 那么九火会是世界的终点吗 九蕴对应着八卦中的黎卦 黎卦是五行中唯一属火的卦 火又虚又实 我们能看到火 却无法将它藏起来 它很容易被熄灭 但也能够毁灭一切 阿南德深信 在九蕴的五行之中 火乃是置为险恶之物 因为火乃是生命之源 是推动世界蓬勃发展的无尽动力 然而 人类却无法驾驭火焰熊熊的反噬之能 稍有不慎 便可能如鹅儿扑火般自取灭亡 最终玩火自焚于其中 除此之外 它还预言 东方将有一条巨龙降生在台湾 对台湾的能量有很大的影响 政治方面 无数个渺小的国家 成为了那些 挥舞着航天实力的国家的招手对象 他们不得不向这些国家靠近 无奈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权利 殊不知这种行为 也导致了 国与国之间的基本信任瓦解 曾经的承诺 不过是一串美丽而虚假的字眼 未来世界可能会只剩下数个大联盟 地球的版图和国际关系会被重新定义 对立白热化 战乱蠢蠢欲动 其中很多小国家可能会消失在斗争中 各世界大国也可能会消失 阿南德深邃地遇见到 未来二十年 将带来犹如火焰般变幻莫测 起伏不定的世界局势 这个不可捉摸的变化 将让人们心惊胆战 也为未知的未来充满期待 首先经济方面 由于火克金 被克的金一定会面临很大的变化 而金代表的是金融业 未来传统金融业将受到很大的威胁 若现在不马上转型的话 一定会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阿南德认为 转型的方向应该是顺应天使 顺应火运的虚拟科技之道 例如电子科技银行金融 还有让人心持神网的虚拟货币等等 这些都是他认为能够引领时代潮流 让人们在科技的翱翔中 寻求更美好未来的方向 阿南德预测 电子和虚拟货币 将在二十年内彻底取代实体货币 这个过程中 贫穷者或许会突然获得巨富 而富有者可能会失去一切 这种变故 将使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岌岌可危 破坏得十分惨烈 金融的游戏规则和 定义将会被重写 此外在交载通行工具的选择上 汽车犹如一个充满热情的火焰般 将会被金钱所俘获 仿佛是一场引人入胜的战斗 然而 汽车的未来将不再是平淡无奇的 它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华丽变革 阿南德主要谈到了三点 第一 无人驾驶车技术 将变得成熟和广泛被使用 反而是人力驾驶的交通工具 只会在落后国盛行 第二 天地艰难 能源匮乏之情况日趋凄凉 依赖于燃油驱动的轿车 其命运将被时光的洪流所抛弃 完全地被电力之驾驶所取代 第三 飞行车会是一大趋势 未来世界的交通系统会被重新定位 自然而然 当世界经历着进化的过程时 它必然会先经历一番巨大的混乱 许多固执不变的人 将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只有那些勇于改变的人 才能在这场浩劫中存活下来 九韵的能量已经存在 而且日益显著 在2024年 我们会看见更多 因为天使转化而带来的变化 想到这一点 阿南德重申 它并不是灾难时代的现象 而是救火允天使的前奏 因为这就说明 未来危机不仅有着瘟疫 很有可能还会带来其他的灾难 阿南德除此之外 还特别提醒了四类人 在2024年将迎来好运爆棚的机会 如梦如幻的美好将充盈每个人的生命 第一类人属狗人 属狗的人曾经经历了一番波折 但在2024年的兔年里 他们将迎来 一片繁荣和幸福的大好局面 欢迎来到一学智慧 感谢订阅 不仅事业会蒸蒸日上 财运也将顺风顺水 此外 他们的爱情生活 也将迎来一股温暖的春风 使他们在这个 充满甜蜜与浪漫的一年中 感受到爱的滋润和幸福的滋味 无论是家庭友情还是事业上 属狗的人将享受到人生的美好和圆满 这将成为他们一生中 难以忘怀的重要时刻 非常值得期待 在事业方面 对于自主创业的属狗人来说 这一年可以不断将企业规模做大做强 还可以深化物领域 能够赚到很多大钱 在金钱方面 属狗人这一年收入很多 再加上他们本身花钱 就极为勤俭节约 能够累积到可观的财富 在感情方面 属狗人这一年 可以享受到幸福的家庭生活 尤其是已婚的朋友 夫妻之间感情很好 在健康方面 属狗人这一年 健康状况很好 不用担心乱七八糟的疾病 在2024年 第二类人即属羊人 在综合运势方面 展现出极为亮眼的表现 让人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他们仿佛身上散发着一股神秘的光芒 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这一年 对于属羊人来说 注定是他们收获的季节 他们将迎来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新起点 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 他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和幸福 在职场上 他们将迎来事业的巅峰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而在感情方面 他们将遇到一个真心对待他们的人 给他们带来温暖和幸福 属羊人的人生 将充满了浪漫的故事 和令人心动的时刻 他们将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成为众人羡慕的焦点 2024职场中 他们将得偿所愿爬到理想中的职位上 薪资待遇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不过身居高位 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会越来越重 属羊人要做好各方面心理准备 还要不断提升个人的抗压能力 就在这个时候 羊儿们也会在情感的田园中 迎来一场巨大的惊喜 可以感受到爱情和婚姻 带来的甜蜜与美好 单身人是脱单很简单 还有可能会闪恋闪婚 并且在婚后 可以很快迎来宝宝的到来 有对象的朋友彼此感情很好 可以互相理解与体贴 女性朋友还应该做好被求婚的准备 第三类人属猪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飘满细雨的2024年 不论是事业的蓬勃发展 还是金 钱的滚滚而来 又或是感情的花开满园 甚至是健康的阳光般灿烂 都会为你们呈现出美好的成果 在职场中 属猪人可以享受到轻松 愉悦的职场氛围 身边没有小人出现 每一天上班都特别轻松和快乐 属猪之人在金钱方面 注定要迎来风营的一年 正财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的怀抱 财富的稳定性让他们感到安心 而额外的天才收入 更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滋润着他们的生活 在感情方面 属猪人这一年 有可能与伴侣携手迈入婚姻殿堂 婚后生活会变得极为美满 在健康方面 属猪人在这一年 他们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都表现得极为强悍 无论是在岁首之初还是年尾之时 疾病都难以降临其身 他们的身体 仿佛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丸 强地抵御着任何不利因素的入侵 岁月如歌 他们的健康如画卷般纯净 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第四类人 属鼠人 属鼠的人在2024年 爱情运不错 其活泼的性格会吸引很多异性缘 在这一年可以摆脱单身的窘境 除此以外 属鼠的这一年是 这一年的事业发展 也是一帆风顺 每每都有一些小小的机遇 只要能抓住他们 必能使事业腾飞一番 然而途中也会遭遇一些挫折 所幸总能有贵人出手相助 在财运方面也是相当顺遂 只要自己努力争取 总能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令自己的收入更加丰厚 给家人带来富裕美满的生活 阿南德说人要想转变命运 单纯的求佛菩萨是没有用处的 佛菩萨度人的方法就是叫人自度 缘起缘灭 如何能改变 连佛菩萨都无力干涉 佛教有句话讲菩萨未因 凡夫未果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或佛只在一念见重善因 就收获善果 这是佛菩萨教我们最好的转运方法 佛陀曾言一切皆由心而起 人心乃最妙之风水 生命中不会有毫无原因的天降福运 然而 当我们用一颗真诚的心追求美好 将心意注入于行动之中 这美妙的法则 就会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如一红清泉滋润着心田 只是因命运的轮回循环不已 或是幸福之门紧闭 每个人都应自我反省 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般 始终伴随着我们 当你开始转运时 一般会有一些二大征兆 此时保持谦虚的心态 必然天降吉祥 佛光普照 当人们开 是悄悄地学会压抑自己的言词 当口舌之门不再轻易开启 这是生活中的第一种征兆 他们渐渐明白 口舌之间蕴藏着祸福的无尽可能 佛说吉祥经允 言谈悦人心 视为最吉祥 在人的一生中 学会说话或许只需短短的一年时间 然而学会慎言 保持沉默 却需要耗费整个一辈子 因为不经意间的言词 常常引来不幸 唯有谨言慎行 才能避免失误 在佛教讲 口意有四种妄语其余 两舌得口 一个人的命运 常常受口意之祸所迁 犹如飘摇的花瓣 随风飘散 佛教文化中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件事都是因果轮回 我们一言一行 伤害了别人 那么因果之循环 也会同样对待 我们 曾经的种种恶行 将以同样的方式 回到我们身上伤害 当一个人历经了生活中的重重磨难 雾透了人生的真谛 不再与他人结怨 不再制造恶口之食 便预示着幸福与好运将要降临 在这个世界上 真爱和福气都会向着他靠近 仿佛吉祥的鸟已经飞至他的身边 带来了快乐与庇佑 第二种征兆 内心越来越慈悲 不再杀生 慈悲心 乃一切安乐之源 如花开时 遇见温柔的春风 因缘自然牵引 若无缘分 便无限大的慈悲 如同海洋中的浩瀚 如同众生间的共鸣之悲 慈悲心 可使我们增加福报 消除业障 只要你与佛有缘 无论何时何地 都会有一场 让你心生慈悲的邂逅 仿佛是上天特意安排的奇遇 这个机缘 会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出现 以一种美丽而令人感动的方式 无论是在寺庙的独自静坐中 还是在繁忙的城市街头 一种神奇的力量 会将你与那个 让你心潮澎湃的事物 连接在一起 它可能是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一个传统的仪式 或者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悟 都会在你内心深处 唤起无尽的慈悲之情 这个奇妙的邂逅 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珍贵经历 让你更加坚定地追随佛法之道 缘分可遇而不可求 也许这篇文章就是缘分吧 在这个时刻 愿天下人都能怀着一颗慈悲的心 当我们拥有慈悲之心时 对待生命便不再忍心加以伤害 愿我们能像春风般温柔 像太阳般温暖 守护每一份宝贵的生命 佛教讲 注意罪中杀生为罪 诸功德中放生第一 放生功德无量无边 救物一命也是救己一命 福报会在自己需要的时候降临 宛如一场不期而至的美丽春雨 如今它轻轻地飘落在您的身上 带来了无尽的幸福和喜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